好 大家好 今個禮拜的恆子一如所料 都不太好過了 是吧 一堆的央媒出來說要打壓那樣不應該做 之後到市監局出手 市監局一個徵求意見稿 將所有之前央媒提出的意見歸納為文件 所以就導致昨天騰訊 總之ATM全部都散了 這兩個星期都說了 其實監管方面不要想著一時即興地做出來 一定是會連環權組合賠權地出的 所以ATM平台經濟股暫時真的不要太手行去碰 雖然股價真的跌了很多 快手 嗶哩嗶哩那些都散了 看圖就很吸引 但是政策還未完結的話 吸引極都有風險在這裏 所以小心點 今個禮拜當然其他很多都很傷的 芯片股 A股跌得厲害了 所以香港這邊都連累買 甚至乎電動車股之前都炒得慶合合 因為未來的意外事件都打回頭 那些鋰電池股 因為A股那邊的寧德時代 天亮秋水 所以鋰電池股都有些壓力 反而來說一些很舊經濟股 一些很公用的那些 例如國內電力股、香港電力股、煤氣股 那些是OK的 所以我覺得市場暫時都先被期封 在8月期止結算之前 我想都是要小心點的 因為未來還有Jackson Hole 甚至乎是中國經濟各方面 對港股都會構成壓力 我照樣都是看24,500點 這些中數就考考大家有沒有忍耐力 最好先忍耐市 無謂見到幅圖跌了多 就立刻走去反彈 因為過去一兩個星期 一見幅圖跌得多反彈 通常都出事 所以就考忍耐力 忍多一個兩個星期 看看去到九月開局的時候 才會運行